我知道其實你回來香港 雖然不是很長的時間 但也很努力去學習中文 以及學習我們一個中國的傳統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可新追的派對高中 想請你用兩手 不知道會不會考慮你 OK的 由於我不懂得寫中文的關係 我昨晚也做了一些功課 想說都很有信心 大家一時間要請觀眾可不可以挑戰 好 那我們請來兩位朋友 一齊陪著你進行這個體驗 首先兩位朋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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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就是因為 大家都有很多的祝福說話 就是想送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透過寫揮春的篇章 你們想送給我們現場朋友的祝福 就是寫下 除了說真的寫之外 我們還準備了一些很漂亮的 一些藍體的裝飾 待會寫完這個揮春之後 都可以為你的揮春再貼上一些裝飾 好 那如果獎美好的話 那三位都可以分別 將你們的揮春設計一下 好嗎 看見到你身邊那位朋友 很準確地要 將他的揮春 就是 看一看怎麼擺放 擺一擺個功架 擺一擺個功架 拿揮春的手勢 又會不會可以看得出 哪一個一陣子 寫是他寫得漂亮一點呢 Gloria好可愛 因為大家知道 今天就要寫個揮春 送給我們演場更多人 所以昨天晚上 其實在家的時候 已經重點封過年了一次 可能一會兒 都會有個驚喜帶給我們 我相信Gloria這個揮春 應該是可以出奇制性的 因為除了中文字之外 他還做大字的畫工 而另外一位朋友 我看到他的功架十足 握毛筆的姿勢 非常之正確 相信可能真的是 一個書法的高手 筆筆都是 非常準確和有力的 完成了揮春的字之後 也可以用我們一些 彩色的貼紙 再幫你們揮春 進行一個創意的設計 令到他色彩方面更加豐富 三位都寫得很好 小朋友這一邊 亦都是 已經完成了第一張揮春 而Gloria那個 就是除了有這個 祝福之外 還會很有同心 因為大家一間 都可以看到 拉跳滑者 很多公仔的神 都很可愛 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要加快速度 雖然我看到你寫得很漂亮 可以把貼紙貼上去 做一個最後的裝飾 好 我們有請兩位的現場朋友 我們有請兩位的現場朋友 都可以拿起你們的揮春 製成品 一會兒就讓Gloria去品嘗一下 現場朋友覺得Gloria寫的揮春 是不是很可愛呢 其實祝大家要大驚大利 和笑口上開 好了 其實我都完成了其中一個時候 請你們拿著你們的揮春 和Gloria一起拍攝白照 最重要是透過我們這個 小小的祝福 也可以祝祝我們西補城現場的所有朋友 都正如我們這幾個揮春當中的 一些祝福一樣 兩位朋友都寫得這麼漂亮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要準備回新年的禮物 送回兩位 感謝他們的 而Gloria寫得這麼漂亮 我們有錢Gloria就是為我們頒獎的 我們有兩份禮物 都想送回現場朋友 感謝他們寫得這麼漂亮 我們有錢Gloria就是為我們頒獎的 我們有兩份禮物都想送回現場朋友 感謝他們寫得這麼漂亮 我們先試試 感謝大家 感謝兩位 熱身過去正式要轉入我們的遊戲環節 感謝兩位朋友 可以拿著去台視頻 欣賞我們的節目 我們這樣寫得很漂亮 我記得小孩子的戰略比我好 但我覺得你這個很有錯誤 這次是不夠美,所以要靠玩贏他們 這個遊戲可以讓你們稍微舒緩一下 因為你們負責幫我們做評判 因為接下來我們請來兩位小朋友 一齊跟我們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玩法叫做新年物品大運送 我們將它分開兩組狀賽 每兩個小朋友就是為之一對 Vegaria就要一邊幫我們做評判 以及幫我們核實他們的均數 有些玩法要先跟兩位說一下 一會兒就是你們兩個 其中之一個要先蒙眼睛 你們決定哪個蒙眼睛 好,你們蒙眼睛要戴上這個眼罩 你叫什麼名字? 蒟六元 蒟六元? 很可愛 好,我們戴上這個眼罩之後 一會兒我會叫你 叫你在這個後面的籃當中 找出一些物件 是的,但這個要靠你的手去摸 如果摸到中那樣的新出物件 你就要交給另一位的隊友 而這位隊友就要在我們這個 這麼多的展示當中 選其中一張 就是決定究竟她要用身體哪個部位去運送這件新年物件 就是過去Gloria那邊 好,有請Gloria可以先準備一下 好 你負責就是摺風的 將他們的新年物件摺回來 好,第一個是我們限時兩分鐘 看看你們可以完成到多少個挑戰 準備好的話 先掃閃開 預備 3、2、1 開始 第一個我們要用封車 封車 對,你要先摸到封車 小心 你怎麼這麼厲害 一摸就摸到 好,交給你的隊友 你就是要用手握 那你用手夾著它 對了,夾著 好,接著就穩住過去 厲害 一分 一分 好,接著要選擇就是用一個 男體的揮槍 男體的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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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嚇到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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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揮槍 對了,你可以揮兩隻手在一起 好,拿到了 然後你先來搶上 咦,你又是選擇這個 都是手握 厲害厲害,兩分 兩分 接著我們要找的是一個大地仙 大地仙 那個形狀是怎樣的呢 好,我走了 好快手 就這麼多就可以了 三分 到第四個就是要拿燈籠 燈籠 這個應該沒有了 好,我鬥 都是手 就這樣用到手 有手 其實有個頭應該是很難的 好,接著要找第五個就是一個筋 一個筋 還有大筋 大你的筋 時間都差不多了 還有三十秒 還要把握時間了 還有三十秒 不適合 再拿一張 對 好,接著你要把頭頂著那個筋 你的頭頂要放在床間 那些頭髮太油性了 要找Garya姐姐 怎樣可以走得有力 好,接著要找一個余意見 最後十秒 余意見 余意見 5 4 3 2 1 這個不適合 這個是炮獎 來的 好了,Garya可不可以幫我們看看 A組的朋友得到多少分呢 有5分 好 很厲害 都很厲害 兩位小朋友 現在已經長眼罩了 謝謝 很厲害 接著就到 男孩子挑戰完 有兩位女孩子要挑戰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得到 東王5分 有小朋友 HELLO 你們叫甚麼名字 Cheny Cheny 哪個妹妹負責戴著眼罩呢 你的 麻煩你準備好 你們是為姐姐和妹妹來的 是 好可愛 好開心 想在床間的時候可以一起玩 今天VChicorium 就過了另一部分 我們準備了 我們同樣限時兩分鐘 我數3、2、1 就開始了 預備 3、2、1 開始 我們先找第一個就是 燈籠 燈籠 好了 她是有什麼不同的 她是有什麼不同的 慢慢來 慢慢來 有甚麼方法 平衡位 其實 哇 燈籠真的挺好 有沒有一個平衡的位 你不可以 這個最平衡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好了 我給你的手碰著一點 扶著 但你不可以按緊的 慢慢走下去 不緊 這個很難 這個最難的很高 又一般 好 第二樣子 就是要換一個 金雞擺簽的 一個雞的造型擺簽 這個是 對的 對的 我們可以拿著 但是你看你用哪個 我會上 GIRL Jennifer 她們都有點暈 對的 對的 她是高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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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很好 為何你的高蘭的 全部都這麼難 對的 都難不了她 對的 第三個 是風車 如果風車要有個頭 就真的很難 好 同樣都是 她喜歡去高蘭的挑戰 又直的 是雲的 YES 好了 第四個 就要找個 立體的飛出 連時間方面 還有二十幾秒 左右 這樣可以成功 拿到 立體的飛出 她 她剛才給點贏 就已經搞笑了 兩點 立體的表面 就是公仔 好像都很厲害 YES 肩膀 要放在肩膀上 好厲害 最後十秒 十 九 八 然後還有兩次 一 七 六 二十二 四 三 二 一 夠了 那我們請Goria幫我們數一數 好 她們是有四分的 好 換言之 就是男牌子那邊就獲得多一分 但是既然兩組都帶了很多娛樂給我們 我們就第一組都送回新年禮物給她們 我們有請Goria幫我們翻唱 先上風台 兩組都很厲害 兩組都很厲害 大家都可以進入我們的新吹風袋 今天有限Goria和Vancer 我們翻唱 現在的小朋友很厲害 一點都不下手 Goria 大家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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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好 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新吹風 就隨便回家了 好 四位小朋友都相當之努力 進行這個遊戲的時候 又要